大家好,刚才有个粉丝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在香港出关,现在也开始卡了 也开始限制了,或者说就刁难了 我们看看 我们被国泰航空拒绝登机了 2128天内没有在上课的人记得避开国泰航空 我这次跟我男朋友是打算从蛇口码头坐船到香港机场 之后就是香港直飞多伦多 然后我男朋友的情况是他从多伦多的大学本科毕业了 打算去多大读研究生 那我是有课表可以很直接的提供给柜台证明我现在正在上课 然后我的男朋友他只有一封学校发来的supporting letter 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资料证明我们有一些必须要回去的理由 比如说什么信用卡过期啊 然后什么finance啊,lisa啊,什么都过期啦之类的这些东西 然后后面这些非学术性的理由全部被视为无效 然后supporting letter在他们眼中是存在很大的漏洞的 因为他们认为你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课表证明你必须要回去 然而我其他的一些朋友跟我们准备的一模一样的资料 做的是加拿大航空就很顺利的走了 所以没有熟客的同学在选择上尽量的避开国泰航空吧 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严格 哦,国泰航空是香港的吧 然后那个就不让他们走 说他那个文件啊,那个有效性啊,是吧,就不行 然后坐加拿大航空的,坐加航的人就没这么多事就走了 可能啊,我估计这个国泰航空应该也是有大陆的资本吧 有没有大陆的资本 反正现在香港越来越不像一个特别行政区了 香港越来越像一个内地城市了,是吧 这个人家现在不是说这个 这个现在特首叫什么来着 林郑哈,林郑月娥 说他就像一个叫林市长 他连市委书记都不是 市委书记应该是中联办的主任 然后还有公安局 现在有国安署 是吧,连公安局都派到香港去了 我现在查查国泰航空啊 查一下啊,简单的查一下 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 是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啊 这个简称OTCBB CPCAY 是香港第一间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 香港第一家航空公司啊 为太古集团旗下公司 太古是鹰商吧 太古完了有糖 我就知道啊 太古有糖 水果糖 太古集团旗下公司 即环宇一家航空联盟的创始成员 环宇一家航空联盟 我知道国际上有几个联盟 像比如说那个国航和那个Lufthansa 汉沙都叫星空联盟 有几大联盟可能 以香港国际机场作为枢纽 国泰航空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定期航空业务 航空货运 航空饮食 及航机处理 旗下子公司包括香港快运航空 就是货运之类的啊 香港华民航空及香港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国泰的标就是这样啊 绿色的 这是一个鸟的形状 一个飞翼 它的重点机场是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枢纽机场当然就是它的香港国际机场 那个1946年9月24号成立的 据现在已经有74年了 它还有飞行常客奖励计划 叫马可贝罗会 马可贝罗就是马可波罗 还有亚洲万里通 它的贵宾休息室在香港叫环宇堂 玉恒堂 一连堂和玲珑堂 它的机队数量有171架飞机 通航城市客运 它的通航城市有59座城市 货运有49座城市 它的母公司是太古集团 它的总部在香港是叫赤辣角吗 观景路8号国泰城 重要人物有贺以礼董事局主席 邓建荣CEO首席执行官 营业额去年2020年469.34亿港元 净利润216.48亿港元 总资产达到了2045.74亿港元 总股本483.22亿港元 看看它的主要股东啊 主要股东啊 有大陆的了 大陆的了啊 主要股东 太古集团第一大 持股比例 百分之42.17 第二大中国国际航空 就是国航嘛 啊 百分之28.17 那它受大陆影响 这不用说了 是吧 卡塔尔航空9.73 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呃 持股是百分之6.08 还有其他一些小股东 加一块百分之13.71 啊 这就不用说了 还有国泰航空的服务啊 品牌啊 登机服务啊 它这详细很详细 还有飞机上的娱乐呀 飞机的参善呀 短途午夜航班经济舱 不提供热食餐单 只提供机卷 受到不少旅客的批评 还有机场贵宾室啊 这些就不要聊了 我们回到主轴吧 主轴就是 从香港出关啊 去往第三国第三地的 开始严格的限制了啊 香港国泰航空啊 做其他的外航的 可能好一点外国航空的 香港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内地城市了啊 虽然有很多香港人心不甘 情不怨 但是也没办法 是吧 这大趋势啊 还有驻港部队呢 还有几千个兵住在那 是吧 总总兵力我不知道 至少一两千人吧 这个象征意义也挺大的啊 而且内地的这个特务机关 情报机关 包括这个公安啊 国安国保啊 包括财政的力量 金钱的力量 宣传的力量都在 这一块没办法啊 注意吧